大家好,从今天开始,由我为大家主讲关于Linux下进程与现成方面的医学知识 好,先看我们的学习目标 这是我们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学习目标 我想经过这些方面的学习,大家肯定会对Linux下进程和现成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 OK,具体看我们的思维导图 只要会讲这七大块 左边是关于进程方面的,右边是关于现成方面的 进程我们会讲进程的创建 其实创建的话应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Folk,一种是Webfolk 二者是有区别的 然后呢,接着会讲进程的多进程下是如何调试的 这个到时候我们会详细的再说 因为在多进程下,一旦创建进程就会出现分支,各自跑各自的 那怎样进行有目的的调试呢 好,到时候我们会再做一讲解 然后呢,我们还会再讲僵尸进程 这个僵尸进程其实在大家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经常会问一些个僵尸方面的进程 其实僵尸进程主要的危害呢 不是占用了系统支援 其实它占用的系统支援非常少 最大的一个就是说损害吧 就是它会占用一个进程号 就是占了这个进程号不放 而系统,零零系统下的进程号是有限的 当僵尸进程达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 你再也不能创建任何进程了 接着我们会讲县程方面的一些知识 首先会讲县程的创建 以及县程体传递函数 就是我们创建县程的时候 会给它指定一个函数 让这个县程去执行这个函数 一般这个函数里边会有一个死循环 那么怎么向那个函数传递参数呢 以及传递多个参数呢 好,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接着我们会讲多县程的同步 多线索和护质量 因为多县程和多进程是不一样的 县程多县程会占用一个 虚拟物理空间 也就是说在一个进程里边 那这样的话 他们都反问同一段内存 这时候会出现问题的 如果是反问同一段内存 都进行读的话 不会出现问题 但是如果是多个县程同时写一块内存 这里边会导致系统崩溃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要实现 就是加锁 或者加护质量 最后呢 我们会讲关于县程池方面的一些个概念 以及县程池是如何的工作 它的实现机制是怎样的 其实创建进程比创建县程要消耗更多的性能 即使这样县程创建也是需要一定的 系统消耗 那么怎样能实现 就是县程的 创建的时候进行零消耗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 创建都很多个县程 比方说100个500个等等 这个可以在配置维建里边写死 系统进行初始化的时候 把所有的县程都创建好 然后放在一个池里边 进行管理 这时候当需要多个县程的时候 不需要再创建 直接从池里拿出一个县程来 那这个县程就干活了 有点显而易见 就是他不需要再经过创建县程再使用县程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他的使用有他的一个大的背景 就是说什么呢 分T1是创建时机 T1是创建时机 T2是这个县程的工作时间 T3是销毁时间 如果T1加T3除以T1加T2 T3占的比重非常大的话 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创建和销毁时间 销毁所占用的总的县程的工作时间的比重是非常大的 这时候我们是需要引入县程池这么一种工作机制 好 下面呢 我们具体来看今天要讲的内容 本节大家需要达到的一种课程目标是理解什么是进程 以及他的有效点 客户作业是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什么是进程 OK 那么什么是进程 其实它和线程有什么区别 其实进程是资源的分配单位 就是当操作系统 不管是分配CPU 还是分配 比如说RO 或者说是打印机等等之类的 都是以进程为单位 不会单独的为一个线程去分配资源 当然 多个线程共享一个进程 就是一个进程里边可以包含多个线程 但是 进程 和进程之间 是有自己的独立的虚拟空间 线程呢 可以共享这些虚拟空间 但是线程没有自己的独立的虚拟空间 但需要指出的一点是 线程虽然没有独立的虚拟空间 但是呢 它还有一个非常自己 自己非常小的一个站 这么一个 呃 内存空间 好 大家知道有这么一有这么一回事就行 这个 所以说 这个 线程的话 啊 在 它还是拥有自己独立的站的 线程呢 是 执行单位 和进程里的所有线程共享虚拟空间 这个刚才咱们也已经提到了 其实 线程是执行单位 它是主要是来干活的 就相当于一个团队 这一个团队 就相当于 进程这么一个概念 而这个团队里的人 就相当于一个 线程 是吧 那个 这个团队 比方说会 共享 呃 就是比方说公司要分配这个资源 肯定是分配到这个团队里边去 比方说 那个 这个团队需要打印机 是吧 然后呢 很可能 会把这个打印机指定到某一个团队里边去 但不会指定到这个团队里边的具体的某个人 就不会指配给线程 嗯 这里边有个极端 就是说 进程 肯定 至少有一个县程 就相当于一个团队 至少应该有一个人 如果连一个人都没有的话 那么 这个团队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好 今天咱们讲一下关于进程的 优缺点 以及现成的优缺点 其实讲进程的优缺点和现成的优缺点 主要是针对于二者进程比较的 嗯 嗯 进程 的优点 相对于现成来说 它的建筑性也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 人在写程序的时候 或者要完成 就是做一个系统的时候 那个多线程 会和 多进程要比多线程要健壮性要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多 嗯 进程会 有自己的独立的虚拟空间 当一个进程 挂掉的时候 它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进程的执行 但是呢 如果我们的程序设计是采用了多线程的话 其中有一个线程挂掉的话 那么 整个进程里的所有的线程都会挂掉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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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进程的缺点 就是因为进程 在创建的时候 需要更多的支援 所以说 进程创建比线程创建 会消耗更多的系统性能 这是进程的一个缺点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进程间的通信 要比线程间的通信要复杂 咱们都知道 这个 进程和进程之间进行通信的时候 因为他们是有各自的独立的虚拟空间 所以通信相对来说 比较困难 只能通过消息队列 共享内存信号量 以及 Socket等等之类的方式来进行 同步和信息共享 但是县程 是 就是多个县程会占有同一个物理空间 如果Tiles进行通信的话 这里边就非常简单了 他们 只要 他们可以直接去访问 这个进程里的全局变量都是没问题的 但这里边的话会涉及到一个同时写一段内存的问题 这里边当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加一个锁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的产生 所以说在通信方面的话 多县程要比多进程相对来说要简单 一讲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拜拜